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8日11点03分联合报记者曾思如及时报道HBL昨天男冠军战吸引满场球迷 记者于成汉,摄影分享漫天蓝彩带中,能人家商昨晚在台北小巨蛋满场球迷见证下以57比50击退南山高中,迎接队史蒂 三座HBL男甲冠军,高中提总也确认,明年HBL甲籍决赛将继续攻弹,将台北小巨蛋打造成高中蓝赛的梦幻殿堂 HBL决赛94学年首度在台北小巨蛋举行,95学年同样攻弹,之后决赛舞台曾移师台大体育馆和新装体育馆,V103学年重返小巨蛋 当年南甲决赛就上演松山高中和泰 山高中的双山争霸,松山超级新人高国豪最终战略绿色神盾赏给哥哥高国强所属的泰山整计唯一败场 个人更包办新人王和MVP,成纪年HBL的经典战役 从松山摘下队史第四关开始,小巨蛋就成HBL决赛最终舞台,V104学年更加入最终日赛成球员签助家人进场共享荣耀的温馨桥段 昨天落幕的107学年赛事,南山女兰冠军战以65比61破了勇人高中整计的不败之身,校领相隔19年 的队史第二关,能人压轴战则完成17战全胜封王记录,送给教头林郑明执教生涯的第一座冠军 高中提总表示,已经预约好台北小巨蛋明年3月的档次,第108学年HBL甲级决赛 将连8年公蛋,近年被讨论的锁票制度也会在开会讨论,希望找到更好方式 HBL决赛才免费锁票,但合作的平台KKTIF被球迷诟病,近年开放锁票门票都被秒杀,为锁票完却出现黄牛都受门票乱象 也造成决赛两天出现许多空位的冷清情形,昨天两场季军战小巨蛋三楼就只有零星球迷,直到南甲冠军战才有进满场的观众 高中提总提到,票锁方式的确是总会最头痛的问题,也收到许多反应声音,明年可能改变取票方式,更换平台甚至实名制都是可能方向,但仍 不考虑现场排队或是售票,售票前提就是不能使用公益时段,这样场租费会很可观,学生赛事票价不可能定太高,这样收支不可能打平 今年八强首度前进和平篮球馆,高中提总也已预定和平馆明年时间,只要和平馆修复好电子计分板,八强有机会继续在和平馆举行 108学年也将是转播单位FOX体育台和行销单位的合约年,别人叫你买我 我们就是要送米斯奇,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亚,分享分享留言烈意